注意看眼前的这只小狗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它不停地狂叫着 因为它的妈妈即将被主人牵着要去卖掉 你没看错 眼前的这只大黄牛就是小狗狗的妈妈 在两年前小狗狗的妈妈刚生出它不久就去世了 然后被主人放到牛圈里 可以说小狗是一直喝大黄牛的牛奶长大的 至于现在的它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头小牛 它每天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围在牛妈妈的身边玩耍 可以说寸步不离地跟在妈妈的身后 每当睡觉的时候小狗都会睡在牛妈妈的身上 主人想把小狗赶出去 牛妈妈能做的就是护着自己的孩子 牛妈妈知道小狗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 但它对小狗的疼爱已经超出了亲生的孩子 主人告诉我们 看到大黄牛和小狗这么互相依赖 也不忍心把它们分开 因为家里只需要一头牛 牛妈妈的年龄也大了只能把它卖掉 第二天主人解开捆绑牛妈妈的绳子 然后强行把它拉出牛圈 这时小狗看到牛妈妈被多人拉走 它一脸猛圈 它感到很害怕也很难过 它隐隐约约知道这是要和牛妈妈分开 然后它难过地叫起来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它不断地呼叫妈妈 可是牛妈妈没有一丁点的回应 于是小狗只能闻着牛妈妈的气味追了上去 经过一路奔跑 小狗终于见到了牛妈妈 它开心地围在牛妈妈的身边又蹦又跳 好像告诉牛妈妈 妈妈 求求你不要再离开我了 我真的舍不得你 主人看到这一幕也很心酸 在短暂地重复过后 主人把小狗抱回了家 而小狗伤心欲绝 连着好几天不吃不喝 每天伤心地思念它的妈妈 希望它的妈妈能再回到它的身边 也许是小狗的这种执着的爱打动了主人 主人偷偷地又把牛妈妈牵了回来 当小狗看到日思夜想的妈妈回来 它开心地跑了过去 不得不说小狗的感情真的很忠诚 让我们为这只忠诚的狗狗点个赞吧